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 原来还有 我觉得更加正的料呢 就是我们上个星期录完节目之后 我们才去抓到这个消息 就是说吴建宏教授一个不为人知 其实也参与另外一个非常之有诺贝尔级的研究 原来也有他的身影在这里 而且更加出来的信息就是说呢 更加强烈地为他敷冤 就是说为什么当年是诺贝尔长他没有份呢 如果他是真的甘劲甘劲的话 好 这篇文章我都是很详细地看的 我真是详细地看的 我发了一篇很值得推荐给大家看的 因为后面涉及好几个问题 第一件事就是因为2022年那个诺贝尔长 是颁给了良子糾纏 他这个质疑一样的就是 为什么在这个吴建宏教授里面 其实他有创先河 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尖端的见识 但是竟然是得长者完全不提他 是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涉及到 他在那个曼特克顿计划里面 初初又找他 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奥文贺文没有请到他 可能因为他是女性 可能有其他原因 甚至这篇文章里面 展示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当时的华裔的科学家 事实上是比美国的有关当局 是 我们今天可以讲一下歧视 歧视 绝对是 他连一个这么多贡献 他原来竟然美国的居留权 几乎拿不到 是的 那个比他更严重的就是 当然是钱洛珍 钱洛珍就是因为 美国干辨不信任他 结果他回到中国 就是成为了中国的火箭之父 但是我们可以想想 如果这篇文章里面说的是真的话 这篇文章里面说 吴建宏教授可能都能下这个下场 不是的 但是他最后是拿到 而且是在李正道和楊振宁 他拿到諾貝爾獎之后 他才在高人比较成为正式的教授 我觉得这个就更加离谱了 但是这篇文章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是为了吴建宏教授平反 就是吴建宏教授以他一个 我们不要分男性和女性 就算你不要算他是女性 其实他在整个华为科学界里面 是有相当相当之重要的贡献 而竟然现在是完全 没问题的 就是不败帐都算了 现在是很少人提到他的贡献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 就是今期这个 这个未来四月号的 这个Scientific American 这个对吴建宏教授的专题报道 我觉得很值得去介绍给大家 就是如果大家都是 比较去支持这个女性运动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材料 就是我会觉得他 如果我现在看回 你如果说女性科学家 我们未来希望去慢慢去介绍不同的 我之前读得比较多 就是有份去参与去发现DNA双螺旋 结构Roselland Franklin这位女教授 但是如果现在我看回吴建宏教授 那个贡献的级别 我甚至会觉得 比起Roselland Franklin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但是最重要当然就是 这个量子糾纏这个贡献 我们基本上好像你都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这次不看这篇文章 不知道有这样的事 就是说 在去年拿梁子糾纏的这班人里面 其实他们都不是开山祖的辈来的了 其实他们都有前面的人去启度他们 在他们拿张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人去提到 吴建宏教授的贡献 但是他们里面的物件 如果追回比较早 做回一个考证的时候 其实是有人已经take reference了 这个吴建宏教授 他其中一些实验的发言里面 一些贡献在那里 那当然等一下我会仔细一些去介绍 简单来说就是说 吴建宏教授除了他自己本身 你说人生上 我觉得很值得大家留意他几个东西 除了他年轻的时候 在中国的那种社会运动的参与 然后他用一个 来自一个都很重视女性教育的一个世家 去了美国那里留学 其实这篇文章里面很棒的 他找回一个当时年红教授 去申请美国签证的文件 就讲回他的背景 去到美国靠什么去银食 原来我是老爸给他学费 令他可以继续在那里生存 去财政稳定 然后他会去哪里 哪一家学校跟哪一个师傅 学些什么呢 是很仔细地写了 在那个美国领事馆的记录里面 有了他的照片 有了他当时那些资料 受过什么教育等等 后来就是他跟哪一个做师傅 原来就是跟Openheimer 就是后来弄原子弹的那个人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说有一些东西 他最后会贡献到的 曼克顿计划呢 原来就不是他很直接地 参加这个曼克顿计划 而是就是他有一些东西 可以令到Openheimer 可以带迷到曼克顿计划 成为一个重要技术资料 而他自己本身就被排制于 被边缘化于这个曼克顿计划那里 就是说另外就是他对曼克顿计划 对于原子弹的那个有贡献 其实中间涉及到就是我上个星期提过 就是他怎样去成功地去分离 这些比较不同的有的这些同位数的那种技术 另外就是后来提到 在这个和杨振宁李政道教授的合作 那其实未来可能我们都要再专题 介绍一下杨振宁教授了 因为他的健康都一百岁了 一百岁了 一百岁了还想怎样 但是其实学说界都知道 已经提早帮他办定一个活动的了 其实在他还没抓一百岁的时候 已经是大学都搞了很多活动了 因为真的在担心他的健康状况 但是他太太很年轻了 是啊是啊 就是这样说 这个就是他后来人心比较后患步的一个故事 但是都讲过了一百岁了 安然度过一百岁生日 但是大家如果百岁高寿 大家都希望他继续舒舒服服 就已经是最大的心愿 我想也是他家人最大的心愿 但是这一辈人我想剩下不多 他遇见过多少人? 他见过安安斯坦? 是啊 Richard Feynman合作过 见胡习东也见过多少次了 是啊 就是这些是历史来的嘛 就是在他身上我们看到历史了 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 就是这样说 希望以这里这么说 就仅此祝福楊教授 他就继续健健康舒舒服服 可以去生活下去 但是回回去 就是在他生命之中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 吴建雄教授 也都是因为有吴建雄教授建立过的实验 我们上个星期也有提到的 所以就验证了杨振宁理政道教授的 他对于那个药作用的语政不守行 这个这样的猜想 就由实验那里验证了 于是就导致罗贝尔奖 其实在这个文章里面有介绍到 原来在他 因为在那一年做的实验 那一年就立即颁罗贝尔奖 所以反映到当时这个发言是不用排队 他直接打尖拿罗贝尔奖的发言是很厉害的 而当时是说 原来是有过一千位的物理学家 行内人是帮吴建雄有发声的 就是说 喂我们美国这边认为 吴建雄应该是我的 值得我 而帮手发声的Openheimer是有份的 但是最后去到瑞典 到瑞典是没有来的 那我又觉得吴建雄教授是很有亮度的 就是你没有... 到你没有亮度的那一刻 到你没有亮度的那一刻 你不见他有什么complaint的? 就是后来就是 他能够拿到一个正式教授 已经好像很感恩借借借地 因为这个研究 就是因为这件事 我想也都是他的同侪 帮他去争取了 就是拿不到諾貝尔不要紧 他都拿到 都有个奖的 他成为了美国的物理学协会的主席 做过的 是的 那这里有介绍 插开一点点背景 就跟建雄教授不是太有关了 其实这里我一看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很想起我自己在纽约读书的时候 那位师傅的太太的故事 因为当时我师傅就是... 我师傅他自己本身都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 他是在说五十年代毕业 在哥伦比亚 所以我当时我也悔行 其实我当时不会问的 我只是知道我在纽约时候的论文师傅 他是懂得理政度的 打过交道的 而且我看他们的研究 是有大量重叠的地方 在统计力学的研究是大量重叠的 其实他应该是跟吴建雄听我解的 我师傅是 但是说这些东西不是重点 而是我的师母 他也经历过 我从麦卡锡时代开始 就经历过那种政治审查 因为我师傅自己本身是由以色列移民进来的 他已经是犹太裔了 但是纯粹就是因为他的背景审查里面 就说他曾经是比较受这个马克思思上影响 就令他整个那个研究生涯 又是不断被排制 因为是女性 第二 因为政治背景 就说你是犹太人 都照是被排出于这个教育的体制之外 就是长期拿不到签证 最后要靠结婚才能够拿到那个路卡 如果不是靠着自己的研究留不下 那我不知道吴建雄教授在中间 这儿去拿路卡的过程里面 可能是否也要靠他老公那儿 会不会也是要这样呢 是也不奇怪 另外就是说 又是拿不到那个教席 也都甚至乎有人曾经写一个信 说他不适合去受评 我立刻想到就是 当吴建雄教授在他40年代 40年代经历的事情 50年代得到解决 而50年代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 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就是说我这位论文老师的当时的太太 就是应该一直都是太太 就是他这位女科学家 女数学家 就是我的思考 他面对的问题就是 就是整个时代的背景就是这样 所以我当时看回这段故事里面 我好像真的看回那段就是说 美国在争取女性平权运动 尤其是在学术界的平权运动 那个历史 原来就是赤裸裸是一些 真是经历了那么痛苦的阶段 吴建雄教授他也都真的 憑实力他的成就 是令到他奠定了在那儿 但是譬如我思慕 是真是硬到他70年代左右 才是整个70年代真的 那个女性平权运动 开始进入另一个阶段的时候 才叫做去拿回他的教证 但是过了你那个研究的巅峰 就是了 还在讲数学的数学人 所以我觉得就很痛苦的 就是说看女性科学家 当时在美国做研究 那种面对那种难关 那种身份居留的不稳定 收入的不稳定 那其实我觉得是去到想赶住人的程度 基本上 是啊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对于这个梁子糾纏 这个他的贡献和他做的实验之间 有什么关系呢 那这里就要讲一下故事了 原来他参与那梁子糾纏相关的研究 是直接在他遇到杨振宁里正 做那个语情不守行实验之前 那这样才了不起 那吴建宏教授本身去最拿手的一些实验的技巧 就是他拿捏的精准度和实验设计是很厉害的 他可以做到一些很精准的 将有元素的同位数去分离 于是乎就这个成为很重要的马克顿计划里面的技术资料 那然后他就从事什么呢 他其中一样东西就是说 他从事一个反物质的研究 那他就要在其中一个实验里面 在哥伦比亚大学里面 他要制造一些反物质出来 他制造一些反物质是希望研究到什么呢 是研究到一些反物质和正物质合在一起之后 产生那对的光子会是怎么样 现在我们用一句说完的 如果有一个正电子 反物质和一个正常的负电子合在一起之后 他会产生一对的加码射线的光子 是相反方向行进 而且不单止他那个行进方向相反 而是他上面那个叫polarization 那个偏震的方向都会相反 一个是他的讯号是上下震 另一个就是左右震 而且一定要是这样的 这件事是由Villa自己提出的理论那里预测出来的 那吴建宏教授他建立实验 希望他能够将这件事度得更加精准 连曾经有实验去做出来 但是呢 你说如果要很conclusive 很能够很准确地去结论到Villa提出这个理论是对的话呢 那就是由吴建宏教授本身做的实验去说出来的 那这个实验为什么要提他呢 就是他原来跟这个量子糾纏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隐喻 刚才大家不知不记得 我们提到吴建宏教授做的实验是正物质 反物质相遇 所以他也不许放出光子 而这个光子他们两者之间呢 尤其是在这个偏振那里呢 是一定有个关联 如果你是打直我就一定会打滑 总之大家一定要是互相成九十度 那这个正正就是他们呢 那个量子糾纏的其中一个基础 这对光子在产生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他们有一种的关系建立了在那里 无缘分界的 无论多远 他们都会有这样的关系在那里 我就特意拖着这堆光子 不要那么快地夺着 去到很远才夺着一个 但是基本上在另外一方 走到很远的另外一个呢 我一样可以帮他们找到 原来他们一样是在一个偏振方向成直角的 那这样东西Vila的这个预测 其实就是讲的其中一种 量子糾纏现象的表现形式来的 而第一个能够很有决定性地 你证实到这个现象是正确的呢 吴建同教授 那这篇文章有提到的 就是1949年他这个Wu Shacknov Shacknov我不知道是什么人 就做了这个实验的 就是对于这个 应该都是学生 是啊 提出一个所谓 pair theory的一个 那这个相当之快 因为这个在过四十年代提出来的时候 他立刻做到一个实验 那很奇怪 为什么当时完全没有反应呢? 这就叫一个pair theory 就没有讲到叫entanglement的 其实都是一个pair theory 就是这些东西一pair 这样出现有关连着这样的 那很有趣的 整个学术讨论呢 当时就是对于 entanglement的现象 不是太注意的 那因为大家之所以去想 entanglement的这件事呢 是来自摩恩斯坦去尝试提出 那个epr paradox那里 他希望能够去否证了 一些量子力学 由逻辑上面去否证量子力学 就是比如说他想提出一件事 就是量子力学里面 会不会其实有一些 不原备的地方呢? 里面的参数没有考虑的地方呢? 而这些讨论呢 很多时候当时的人觉得很vvvv 就是很虚目的 那是实际的用途? 我现在我建立到的实验 由量子力学那些这样的设定 我方程能够准确到的预测 这个就是实证了 现在你去和我讨论 这一套这样的方程式里面 是不是有没有一些hidden variable 有些vvvvv的东西在背后 好像很超级自然 你说又量不到的东西 你说由这些这样的 一屁屁的现象里面 可能才有机会去否证到 而且当时也没有人去建立这些实验 那些什么叫bounce inequality 那些是完全没有的 那个时代 但是那个关联这个现象 其实已经由这个吴建宏教授去找到出来 有了这种现象 其实就是有一个基础 去继续在爱因斯坦提出的 EPR Paradox里面 去继续去迈进 但是由于那个EPR Paradox这件事情 本身还是当时在学界里 被人觉得太细细细细的东西 太虚无缺缺的东西 所以就算连不建宏教授自己本身 他都是由那个功能 从物理的角度来去理解这件事 就没有将他的讨论 拓展到去说是有一个量子糾纏的现象 以及对于未来有没有可能做量子通讯 这个是超出了吴建宏教授 你自己当时的想象 但是当时没有人去想到 后来会发生这件事的 是的 其实就算你讲 后来过的1949年 去到8年之后1957年 雨晴不守行现象 当时你要叫那些人去接受 雨晴可以不守行这件事 其实都是很超出他们的想象 但是很有趣的 就是对于这些很超出人想象的东西 吴建宏教授不止一次 第一次给到一个很决定性的实验 来去认证到这件事 两次他都miss了罗贝尔奖 而且更加可惜更加夸张就是 明明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文献考证到 吴建宏教授在这个量子糾纏的现象里 是有一个开创性的实验的验证在里 但是说到后来拿这个 因为量子糾纏的现象这班人 其实都在说是吴建宏教授的伙伴 那些徒孙的那一辈的人 拿了罗贝尔奖 完全对于吴建宏教授 当时去验证Villa 这个pair theory 这个现象 竟然可以直接看 那我们觉得 上次我都讲过了 应该有人要写一写 吴建宏教授的传记 有人写他的传记 但是我想在传记里面 有没有讲到刚才这件事呢 我想是没有提过的 那就要补充了 第二本 我们节目都很厉害了 第一个拿出来讲的 已经是我 已经要赞自己了 那我又继续炸自己了 就是结尾 手上我有一本书 《语庆不守恒发现之争论》 《语庆不守恒》 《语庆不守恒》 因为他觉得 他的贡献比杨振宁大 在这个问题上 所以他的排名 应该是先过杨振宁的 他也说 我是姓李 我的第一个字母是L 你是姓杨 你是Y 为什么你的排名 会先过我呢 整件事的争议在这个问题上 那这本书有技术性博强的 不是那些泛泛而淡的 但是里面大家看到了 这些有引返文献和有技术性博强 那其实这里讲了一两句 我应该开另外一集来讲这些东西 但是讲了两句就是说 在若巴李政道教授 他认为自己在未正式进入这个粒子物理 就是那个领域之前 他已经对于《语庆不守恒》 有他的想法在那裡了 甚至乎 杨振宁李政道在那个时期 在做一些当时都非常流行的统计力学研究 也就是后来我自己师傅经常继续做下去的 都是这样的研究 但是后来由那里怎么分析出来 去研究那些语庆首行的现象 甚至符合 也引申到后来杨振宁教授研究那些规判长论 那些就是他们自己能够 由一个统计力学的框架 走出他的粒子物理那里 我觉得各位都非常了不起的了 但是这么说 杨振宁教授他在这个新评里面 除了这个《语庆不守恒》的发言 他对这个规判长论 那个理论性的框架建立 又是诺贝尔级的东西 大家都不可以否定 这个我们希望将来另外有机会 就都会再讲下去了 但是这次来讲就是说 可以更加肯定就是 上个星期说你也没错了 就是吴建雄教授 越看得到他的资料 对于他那种敬重 哇 真是觉得真是滔滔江水 源源不絕 就是那个创建发言 不止一次是去到那种 就是诺贝尔级数 但是只不过就是因为 他那个女性和雅裔人的身份 似乎就令到在那裡 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 是啊 所以我们很提出一件事 就是我们大家都要记住你的名字 这个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 其中一个心愿来的 是啊是啊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不过我们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兼许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PATREO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支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 分享 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 观看 欢迎订阅